欢迎回到华视新闻杂志 一座位在宜兰元山乡 由永安实业开发的矿场 2020年申请扩大开发 进入二阶环平 停矿多年的老矿场 形同死灰复燃 而住在矿下的民众 则是首当其冲 矿场面积横跨两个村落 其中内城村的民众担心 开矿毁零 恐怕造成土石流危害居民 而另一头中华村的村民 则常年没有自来水用 他们忧心采矿会破坏地下水源 影响宜兰一半人口的用水安全 虽然业者承诺将做好环保采矿 注重生态 并回馈地方提供工作机会 但仍无法动摇居民捍卫家乡的决心 山风高耸入云 重叠连绵 茂盛植被哀成一片片绿林 宜兰原山乡的中华村 位于雪山山脉南端 难以拦阳溪 绿水环绕风沛纯净 被视为一块水源宝壁 待会沿路走一样 请你打开你的眼睛 打开你的耳朵 去感受一下这个环境可以吗 好 好 虎蛇鸟 对 轨跪也起来 妈哥 妈哥 这一天是内城国小花育分校学生 社区环境踏查的日子 孩子们走出校园拓展视野 感受家乡的美好 有猪耶 猪们熄错了在看我们 不是说现在这样的状况 我们就希望他可能离开 离开以后呢 养猪户怎么办 对不对 这些可能都需要我们去思考的 怎么样在环保和产业之间 获得一个平衡 亲身观察社区问题 进入下来搜集资讯 这是孩子平日养成的训练 而这次踏查的目的地 是距离学校 不到三公里的出坑溪 我最喜欢就是环境特色 就是生态 因为绿盎然 然后看着就觉得很舒服 这边花花草草一大堆 小动物们就会比较亲近 就是这里的水源 水很清澈很漂亮 热爱家伤的一草一木 师生聚集西边展开与自然的对话 而这样与地方议题的密切连结 其实源自于一个老矿场的开发案 从去年开始比较在直接面对 开矿这个问题 我们要怎么样守护这个地方 你一定要先爱它 可是你要怎么爱它 你要了解它 在那个过程中我觉得最重要是 他们去看去思考 最后他们从这些思考去把它实践出 它应该可以怎么做 因为想守护这些东西 就会觉得 如果被破坏的话 一大堆问题后面还要解决 就觉得应该就是反对它 潺潺盈的粗坑溪来自雪山山脉 溪的对岸是大安皮山 也是永安矿场的开采地 透过空拍画面 仍可见1980年代开矿时留下的痕迹 矿场停矿近20多年 期间采用人造萧南林做直升富裕 但矿权在2020年6月30日到期前夕 业者突然申请展研 预计开采磁土与细沙的新矿区 面积至少30公顷 时间将近40年 引发地方强烈反弹 如果开矿的话 就是水源和空气都会污染 然后宜然式的水就不能喝 然后空气也变得不新鲜了 会破坏到生态的话 就是对自己身体可能有害 但我觉得就不必要去做这种事情 不要为了因为一些工作 和利益然后去破坏自己的生态 或是家乡 这样比较不好 一个山的成长需要几千年 但是一个破坏是很快的 当你发现天哪 我原本以为没事 但是某一天 它就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 说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去阻挡的 商区这边是往两公里 就是可以通往冷皮的路 那就是这一段前两公里 就是跟永安矿区都是成统的 为了移探矿场现况 我们奔着中华村村长陈明华挺进山区 但多日大雨倒入被岛墓中断 最后采访小组只能停留在荒废已久 扎草丛生的苗库 这条路就是矿场卡车运送的路径 而在路边我们可以看到多处的浮流水 这样的水其实就是村民的民生饮用水源 中华村虽然临近水源 却没有自来水可用 居民使用山泉水必须从野溪接管 洪水期可提供每天4万吨的水 居民担心一旦开发 将面对迫切的用水渔机 像这样子一个路径 它要提供25吨的卡车来运送是不太可能 所以它一定要P3路 那P3路它一定要挖三角 然后包含旁边的一些涌泉的一些野性 也都会受到影响 这水很清晰 这么凉 就是说你们这里没出来的水就是了 没没 都吃这个 耍杞的水就是了 还当年我就都没吃 宜兰县没有水库 靠着雪山山脉的浮流水 加上部分粗坑溪地面水 供应了宜兰一半的人口 每天7万吨的蓄水量 但矿区与下游深沟进水厂的直线距离 不到5公里 也成为水源一大隐患 起往这边大概海拔57公尺 深沟进水厂的海拔高度大概23公尺 还有34公尺左右的落渣 它的矿区就刚好在这座山 这个都是 所以就变成说它的污染源 不管是哪边的污染源最后都会 顺着那个地势来讲的话 最后都会到这里去 开矿 同将影响宜兰西以北的民众用水 先不表态捍卫水资源 要将矿区化为国土保育区 但业者澄清以请专家学者调查 矿区水系与粗坑溪取水口不同 并不会影响水源 当树木被拿掉之后下雨的时候 那个水直接冲击到那个土的表面 那这个土的表面的一些粉尘 就会去塞住那些毛细孔细缝 然后水没有办法入胜下去之后 它只能在地面流动 把泥沙往下带然后就变成土石流 不只没有办法入胜帮我们保水 而且还变成一个灾难 在宜兰土生土长的李光平 是深沟水源生态园区第一批导览之工 至今12年仍坚守岗位 看着家乡得天独厚的水资源 可能因为矿场开发遭受破坏 心痛不已 我们很努力的每一年在做环境交易 结果在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地方 那座山头如果被砍了 那个地方在开矿 我们的地下水的补助区就在那个地方 它去开的那个地方 我们要如何做环境交易 我们是不是环境交易可以收起来就不用做了 这是我觉得非常讽刺的一件事 沙石车呼啸而过 这是中华村民的日常 目前村内有三座矿场 五间沙石场 神道台基线是卡车经过的主要干道 我们实地观察 三分钟内就有四辆大车经过 而村内话语分校上门 锦铃车道 学生上课有戏 都百分不了沙石车的声音 光现在其实沙石车就来来往往 每天真的在上课的时候 就听到呼啸而过的沙石车 那目前以对方角角 就是以角角的环评书来说 它其实也很明确写到 如果开始开发了 每一天会多194辆的卡车 那那个感受上 其实孩子在学习上 环境本来就是会有影响 一山相隔 大安皮山的另一头 是原山乡内城社区 由于水源峰配山轮环寺 近年来是许多有胜小农的聚集地 但矿场预定地距离社区实在太近 且业者一旦开矿 将把大安皮山从403公尺高度 挖到剩210公尺 形同挖掉大半个山头 以前我们做年轮也是 六八土树 那里沙就是影响下去了 那是我穿了眼睛看的 古代土树是自然先生的 天气气候的关系了 你说如果做得不好的话 你一边拿过这边去看 好像說我們跟鐵一盤 比這樣 當然是看下來 這樣就是危險 礦場從來也沒有靠近居住的地方 那麼近的一個部分 這裡有一個很主要的一個 租了二十幾戶的一個居留也在旁邊 直線距離超過一兩百公尺 那這個山距離我們的社區中心點 不到一公里 我想對在地的生活 跟在地的整個的一個環境 一定會有很大的衝擊 所以說我們這一代 我們認為我們應該要去維護 好好的保護它 就怕家鄉的青山綠水 因為不當開發而被破壞 島居民更想留給後代 純淨的成長環境 但城鄉發展長期陷入困境 礦場開發能否帶來轉機 居民出現另一種聲音 人們來越多越好 有人要來開發 這麼多外流 人們也越來越多 這裡的生理也越來越好做 土地也蓋 大家要找工作也比較有 現在就是我們這裡沒有工作 沒有什麼 教練都要去外面賺錢 這裡的村子會在這裡大 開發我們這裡 教練也盡量比較有談 業者在我們的山上 他做了這些動作 那誰來把關 誰來守護 地方居民碰到這樣的問題 我們不知道要跟哪個單位處理 為了讓更多村民了解採礦問題 社區舉辦多場說明會 永安公司的負責人出席聆聽 但採訪小組多次聯繫 業者晚去受訪 而先前的聲明書中 永安承諾縮小開礦範圍 並且刪除內城村礦區 另外還會建水塔接水管 改善用水品質 並且回饋村民發展陶瓷觀光 創造在地就業 但學者持保留態度 那個磁土是在石頭的裡面 你怎麼把磁土裡面再分離出來 對不對 那是高成本的 以我地址上來判斷講 整個過程來講 根本不符合成本 我指的成本就是 你會比進口的價錢還要高 算到最後其實你賣的石頭 是比你那個磁土還要高 那你就這個就不交入磁土礦 你這個就是砂石礦 當時編織的一個美夢 就是跟我們講說 幫中華村 中華社區打造一個 類似像鷹哥的那個 陶瓷中鎮的一個觀光的 一個產業鏈這樣子 然後我們真的是不知道說 原來是在這個 美麗的堂椅之下 就是這麼不堪的一個樣貌 如果是要 以這麼大的成本社會代價 來做換取的話 居民覺得我們寧願捨棄 露絕開發 露絕開發 2020年6月10日 永安礦廠的環評大會 居民組成護水源 反開曠行動聯盟 被傷到環保署表達反對立場 但最終開發案仍進入二階環評 同年11月底 環境法律人協會 協助居民提起訴願 但被駁回 不管支持或反對 可是這個前提之下 是大家對這一件事情的 史莫的原貌 要有很清楚的說明跟了解 可是我比較不能接受 就是在那種被蒙騙的狀況之下 然後就趕壓至上架 關注一定會有正面也會反面 但是當關注的力量夠大的時候 它就會被更謹慎的處理 對 所以其實我們希望的是 更多的人一起來關注這件事情 那後續怎麼做 其實我們學校能做的事 也是從教育開始而已 永安礦場開發案進入延長賽 將耗費更多的社會成本 而爭議已久的礦業法 至今仍走不出立法院 也讓台灣在開發和環境之間 陷入無法平衡難以改革的困境 宜蘭大安皮山頭 守護山林與家鄉之戰 持續角力 礦業開採引發環境爭議 類似的案件在各地頻頻上演 而這場宜蘭小村莊的水源保衛戰 也正曝露出國土計劃 未來要面對的挑戰 下個單元繼續來看 一群社區大學的學員們 如何成為綠能行動家 走出教室募集資金 打造他們的公民電廠 收到一會馬上回到華視新聞雜誌